章亭湖 袁子云 学生时期针锋相对 上大学后走往不同方向 不断相遇再错过 你怎么可以丢了名语给我告诉你那是名语 骗我绕地球三大圈啊 安详 我等你好久 两人主演国片 你在我心上 影迷好奇这长达20年的喜欢到底会不会有结果 这也是张亭湖与袁子云首度合作 当时有点难想象要怎么跟这样子一个充满着杀气 然后充满着较劲的这种态度的人 要怎么演CP 那时候在排戏的时候其实就是导演 就是有在调说 就是亭湖啊你那个眼神 很像要把秋十分给杀死 除了演戏张亭湖还有运动员身份 这回更参与编剧挑战唱电影主题曲 都是因为好玩 而袁子云虽然是第一次拍国片 但他曾在录剧泡沫之下展露头角 日本电影在车上更让他被世界看到 其实在哪里拍片其实都差不多 主要最大的差别就是伙食 对我来说 我是很幸运可以参与这个部分 然后也很开心 很多人是因为这部电影而认识我 去年走上砍城影展红毯 态度还是超谦虚 袁子云也跟美国公司合作 成为黎敏的好师妹 其实现在就是会有比较多 美国或是欧美的一些剧本 可以有试镜的机会 从IG的留言上面 然后就会看到各国的语言 也因此累积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 袁子云曾透露 陈妍夕是她闺蜜 首部戏剧还是在陈妍夕婚礼上谈成 如今作品越来越多 粉丝期待大放一彩 TVBS新闻 卢鹏昌 云婷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